BBC报道 他们的航母在南海逼退了中国的潜艇 BBC于2月12日 那就今天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片中 透露了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2021年夏季进入南海时 被一艘中国海军潜艇追踪 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强大的舰艇成功 并发现逼退了中国的间谍潜艇 英国美日电讯称 一段时间长约两分钟的BBC纪录片节选片段显示 事发时英国航母上的军官使用声纳浮标 发现可能有中国潜艇追踪 英方随后部署直升机 将另一批声纳浮标投入水中 寻求对目标进行准确定位 随后这段纪录片的旁白声称 中国潜艇离开了航母 纪录片的画面出现了一位英国金官 他面带微笑的对着镜头说 我们就知道那是一艘潜艇 现在肯定了 它就是一个潜艇 而不是鲸鱼 如果这是在另一种场景下 在一种冲突的场景下 这将证明我们能够在足够的时间内 可以探测到目标 保护航母主体 然后就可以对被探测到的潜艇 启动武器链以消除威胁 这名军官说 是我 我们逼退了他们 好了